大家还记得吗 电影不老骑士中诉说平均80岁的阿贝 怀抱着一颗年轻的心 骑着机车全台环岛 不过根据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 高龄驾驶意外风险高 因此现在交通部也要考虑比较欧美 定出高龄驾驶退场机制 也就是说未来 75岁的高龄驾驶得要通过评量检测 才能够继续持有驾照 电影不老骑士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阿贝们 骑着奥多拜还台13天 让不少人看得热血沸腾 不过缺了数据显示 高龄驾驶引发高车祸风险 交通部考虑对75岁以上长者 设立驾照退场机制 最好就不要收回去 对不对 你刚才几岁人家身体还好了 有七十八十岁还在爬山 对不对 有的是50几岁他就不行 驾照我自己考虑的 怎么会快给他收回去 我就说纪念了 阿贝们认为自己身体一廊 还可以继续请一波 北市交通局统计 97年到101年车祸死亡的人数 10%是75岁以上加时 车祸受伤的则有5.8% 也是75岁以上 对于高龄驾驶人 是不是需要特别管理制度这一块的话 目前交通部正在收集 国外相关监听国家的一个做法 评估这段交通部雨待保留 不过如果有以下症状 就代表健康出现警讯 像是难以辨识物体多元 夜间驾驶困难度增加 难以转头平衡较差 难保持注意力容易紧张 或常打瞌睡高龄驾驶风险高 交通部考虑比照欧美日 推动管理制度 提醒不劳骑士上路嫌 也应多注意自身安全 证券科师将这两位台北参谋到 证券科师是预算币什么 现在这个一项市他的颜值 您好 您好